秦朝秉承法家思想治国,在司法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,直至今日,说起古代的刑法,不论是用铁刷子将人身上的肉一块一块书下来的书刑,还是一刀下去,将人劈成两半的腰斩,听起来已经让人毛骨悚然,更不必说亲眼见证其残忍。 但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,在古代众多刑法有一种叫做孝行的实在是别具一格,行刑工具是动物的器官,相较于其他刑法,孝行在实行过程中并没有血淋淋的场面,行刑者的身体上也不会伤痕累累,甚至还是笑着离开了人世,这实在是匪夷所思。 难道孝行真的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是一种温柔的刑法呢?这里是单看世界,带你领略全球风云,探寻历史智慧。 孝行最早起源于欧洲大陆,听着虽然感觉平平无奇,甚至还有点安乐死的意思,但他和安乐死却有着本质的不同。 安乐死的最终目的是让受刑者脱离痛苦,安安静静的离开。 但孝行在实施的过程中,除了没有开肠破肚的血腥之外,带给受刑者的痛苦,那是一点也不少。 古罗马时期对孝行的实施过程也有明确的记录。 首先会让受刑者的双脚在盐水中长时间浸泡,这和泡热水澡一个意思,就是让脚面上的皮肤变得更加松软,为下一步行刑做准备。 紧接着,几名壮汉就会将受刑者捆绑固定起来,孝行算是准备完了。 接下来就是重中之重,山羊,看到这,很多朋友不禁感到好奇,明明是行刑,怎么还要前来一只山羊呢? 难不成还没准备完,要给受刑者吃上一顿羊肉大餐,吃饱了再上路。 可不是这么回事,取来山羊,不是看上他粗壮的羊腿,也不是看上他坚硬的羊脚。 而是他的舌头,让山羊在受刑者的脚掌上疯狂地舔,以达到孝行之效,为了让山羊能够持续工作,还会给受刑者的脚掌上抹上蜂蜜以及各种材料。 这也说明了为什么要将受刑者的双脚长时间浸泡在盐水中呢? 原来也是为了趣味,山羊开始工作,最初受刑者也仅仅是感到脚痒,可山羊的舌头与一般动物不同,上面长了一层密密麻麻的稻子,而经过盐水浸泡的双脚又变得敏感无比。 这样一来,受刑者实在经受不住山羊的铁士,只能放声大笑。 从最初的开怀大笑,到后来笑到喘不上来气,整个过程十分短暂,短暂到让人分辨不出来受刑者是什么时候开始陷入痛苦之中,随着笑声越来越微弱,受刑者的脸部已经变得无比苍白,直到最后失去意识,笑刑算是达到了应有的效果,可反观已经离开人世的受刑者。 直至临死,即便眼角挂满泪水,脸上仍旧挂着笑容,与血肉分离之痛相比,笑形带来的更多是精神上的折磨,一只狂笑会让受刑者无法窒息,在这种窒息感作用之下,呕吐昏迷,种种反应层出不穷,明明知道自己大陷将至,可嘴中却止不住的发出笑声。 我们难以想象,过度狂笑竟会引来如此强烈的反应,其实笑作为人体的一种基本生理反应,其运行的过程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复杂,在笑的过程当中,人体多达十几块肌肉会进行剧烈的颤抖,消耗机体大量能量。 俗话说,笑一笑是年少,但任何时候都要相信物极必反,即便是我们平常听个笑话,有时候都会笑得肚子痛,甚至嘴角还有些酸痛,这就和我们平常跑步类似。 加速的过程中,氧气的消耗量始终高于吸收量,肌肉内部的细胞便会进行无氧运动,酸痛感油然而生,而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,笑形的作用也不断被开发出来, 从最初执行死刑的目的到后来变成了刑讯逼供的手段。 汉朝时期,王宫中对待犯了错误的宫女,经常会采用酷刑,可经常见血。 对汉王氏来讲可不是件好事,而且还会给宫女留下一道道伤疤,实在影响美观,因此在惩罚她们的时候,笑形就得到了广泛应用,控制好时间和程度,便会让宫女经受难以忍受的折磨,一招被蛇咬, 还十年怕警绳呢,更不必说这种会让人从鬼门关溜一遭的笑形,更让人在之后的日子里闻之色变。 每每看到古代宫廷电视剧的时候,刑罚似乎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,龙嬷嬷拿针扎两位格格的画面仍旧历历在目, 其实古代的刑罚远远比电视剧中演绎的更为残酷。 首先就是灵迟,这句话我们听着颇为熟悉,但到底什么是灵迟?灵迟是怎样实行的,我们却并不了解。 相比于砍头,灵迟算得上一种让人生不如死的刑法,通俗点来讲,就是千刀万剐,将人身上的肉一片一片的割下来。 在这个过程当中,犯人往往坚持不到行刑结束,在过程当中就会因为剧痛而阴绝,随后因失血过多而死。 灵迟刀法方面的规定也十分严格,针对犯人罪过的大小,有的分为八刀处死,有的分为十二刀,甚至还有七十二刀,但随着不断发展。 后来还诞生了几千刀,因此便有了千刀万剐之说,而为了让犯人最大程度的体验体肉之苦, 凌迟一般不会一次性进行,而是分为几次,犯人在经历了第一次的洗礼之后,留给他的,只有无限的折磨与恐惧,和笑形一样没有血腥场面的,还有一种叫做沉水的刑法。 和他的名字一样,就是在犯人身上绑上一块大石头,随后丢入江河之中,不论永迹多么出众,在绳索和巨石面前都显得一无是处,煞石,水从鼻孔和嘴巴进入肺泡, 犯人脑中充满恐惧,只能奋力挣扎,但这却无济于事,就像身处沼泽之中,越挣扎陷得就越深, 古代刑法的场景触目惊心,相关描绘一字一句都让人感到恐惧,但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,为何现代死刑为何逐渐走向人性化呢? 主要原因大致归纳为三点,首先就是保障基本人权,执行死刑的犯人。 也有基本的人格,尊重死刑犯便是作为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,从这一决度出发,死刑犯的生命就应该受到尊重,不能被随意剥夺。 因此,法院在宣判了死刑的判决之后,直到执行死刑之前,死刑犯的生命权就应该得到足够的尊重, 而古代为惩罚犯人,让他们经受肉体痛苦和精神折磨的手段,在法律面前就不适用了。 学者陈兴良有言,刑法的保障机能通过限制国家的刑法权,尤其是限制司法权,保障被告人的权利,进而实现对一般人的权利的保障。 因此,人性化执行死刑,就是为了达到保护所有人的人权的最终目的。 第二点便是稳定社会秩序,人类在一方面愿意遵守一定的秩序, 另一方面又愿意将一定的秩序视作价值追求。 这种原则就要求国家在惩罚罪犯的时候,绝不能无所不用其极,必须在道德允许的范围内进行。 一旦这种平衡受到影响,就会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。 我们在新闻中也不乏看到犯下重大罪过的罪犯,明明知道自己自首之后仍旧会被判决死刑, 但还是选择了自首。 反过来想一想,若是死刑的执行像古代那样极为阳克, 他们还会不会投案自首呢? 这种可能性并不大。 对于广大民众来讲,死刑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完全不考虑人道因素,甚至背离人性,将死刑犯彻夜鞭打,甚至将其折磨致死。 这种做法不仅不会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,甚至会滋生同情的声音。 法律惩治罪犯的一个关键原因,就是希望人们能够引以为戒,但过度的残忍会导致人们对犯罪行为产生一定的包庇心理, 这就和法治的根本目的背道而识了。 第三点就是维护伦理观念。 美国著名法学家傅勒曾经指出,真正的法律制度必须符合一定的道德标准。 法律只有反应并且服从社会所认同的道德价值指向,才具备了存在并且产生实际效力的基本条件。 一旦超出这种范围,就会对道德伦理造成严重的破坏,如果在死刑执行过程中。 实行违背伦理道德观念的执行方式,会直接影响到人类原有伦理观念的稳定性,如在执行时手段残暴,血腥,它会渲染恐怖的气氛,甚至助长轻视生命乃至残忍的社会心理。 不论是孝行,沉水还是灵池,它们都反映了在特定时期社会的情况。 我国古代形式法律制度远远流长,从奴隶制社会走向封建制社会。 其中很多刑法虽然如今已经不再使用,但它们对当下法律制度的完善仍旧存在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,不论是西周时期以德佩天,明德甚法。 还是汉朝时期德主行辅,以至唐朝时期一准忽理,还是如今理法合一,中国古代的刑法制度的真和狠直,在现代法治的发展以及刑法体系的建设仍旧意义生辉,让作为后辈的我们受益匪浅,五段婚姻,见证了他人生的起起落落。 从联姻到真挚的感情,溥仪终于在生命的最后体会到了爱情的真谛。 然而,这份来之不易的幸福却如此短暂,让人不禁感叹命运的无常。 溥仪的一生,从紫禁城的皇帝到共和国的普通公民,充满了跌宕与无奈。 他的五次婚姻没有为他带来任何子嗣,而他的健康问题更是困扰了他一生,他的婚姻与政治命运紧密交织,而他与日本势力的勾结也让他成为历史的关键人物之一。 即便溥仪在晚年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,但他的一生始终无法摆脱末代皇帝这个身份的阴影。 在溥仪的故事中,我们看到了一个时代的变迁,从封建帝制到民国,再到新中国的建立。 溥仪的人生轨迹恰恰反映了中国近代史的巨大变革,张翠山与殷素佐成为众矢之之的,六大门派联手来到武当山。 逼问他们谢迅的下落,当时张翠山夫妇受到极大的压力,甚至一度陷入绝望,面对这样的局面,张三丰没有丝毫动摇,也没有责怪自己的弟子,反而在危难时刻站出来保护他们,他毫不畏惧江湖中各派的逼迫, 坚决不让自己的弟子也为感情问题受到伤害,甚至不惜与六大门派对峙。 张三丰的另一弟子殷离婷,同样经历了类似的情感波折,殷离婷爱上了杨潇的女儿杨不悔,杨潇是明教中的光明佐世, 明教在当时的江湖中同样被视为魔教,尤其是杨潇形式诡秘。 手段伶俐,令正派中人忌惮不已,然而张三丰在得知此事后,并没有因杨潇的身份而反对这段感情, 相反,他同样表现出极大的理解与支持,或许正是因为他曾在郭湘身上见证了那种对情感的执着与无奈, 才使得他在面对弟子们的情感时表现得如此通达。